Hello大家好我是雷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曾经国产销量最好质量最好 也是前景最好的一家公司春兰摩托 说到春兰摩托 春兰公司估计年轻的骑手都没有听过这个品牌 这家公司当年也是一家多元化经验的企业 有点类似于亚马哈的感觉 春兰公司当年做的空调属于国产第一梯队 做的摩托车在当年也是独领风骚 包括做的重卡汽车 当年满大姐还是解放和东风的时候 春兰重卡可是一个响当当的车型 后期的春兰重卡可是卖给了徐公 不过说到底春兰的摩托车也是靠着仿制为主 它的三款当家车型 一个叫春兰虎仿的是本贴CM125 一个叫春兰豹仿的是本贴CB125 最后一个叫春兰虎生仿的是本贴的马格纳 大家不要觉得仿制就很丢人 我国摩托车从发展以来到现在就没有离开仿制 2000年之后好了一些开始玩起来收购包括合资 这个其实并不是我国研发能力不行 而是在发动机制造领域很多科技已经被垄断 不要管我们如何发展创新都离不开这些技术堡垒 更别说一个ECU芯片 一个两毫米厚的芯片压了七层泄露 所以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合资包括购买技术 这也是目前国产一线品牌都在做的事 比方说豪爵清起跟着陵木 龙兴之前跟着宝马如今跟着奥古斯塔 春风跟着川起现在跟着KTM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那么一些国产二线厂家就吃些残根剩饭 比方说用陵木给豪爵的GW250发动机 扩杠到300扩杠到400 反正就这么永无止境的扩下去 放野望去我们的单钢发动机发展之路 就没有离开什么本铁网CB网 包括陵木网等等等等 我们的并列双钢发展之路 也没有离开本铁也没有离开陵木 更没有离开GW250 一台破250经过终身都没食到 救护了多少地平线厂家 我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微型双钢发动机更没有离开天王250 那个发动机40多年来 不说这些小排量 龙兴了一台KE500 仿了一台本铁CB500发动机 2017年之后你听到的所有500cc级别 除了金鹏502 什么街车跑车巡航拉力 都是它的发动机 如冲耸般涌械 冲锋一台川崎异兽发动机 殊不知异兽是川崎最次的车型 但是却让冲锋涅槃重生 在没扩岗没缩岗之前 就已经成为了国家队 甚至如今都已经挤到了一械品牌 豪爵脱里领木 一台DR300直接打回原型 如今就一台吉克萨250 又PDRPDR回去代工 更别说新大洲本铁 五阳本铁 五阳还是国企 一天天拿着一个800年铁的190 给它自娱自乐 星约买了一些虎斯瓦那被淘汰的发动机 但是虎斯瓦那被KTM收购了 用不成品牌 没有办法把已经死了40年的SWM 从棺材板里面拉起来 又给挂了一个品牌 殊不知SWM死了40年来 哪有技术来 终生搞了一个弄动650发动机 低功率给中国高功率出口 且不说功率高低 这个650弄动自己都不用 综生拿回来可当个宝贝 这又扩钢呀 又这么永无止境的扩下去 骑上综生2800cc 指日可待 重逢涨进来跟了KTM 也终于拿到了KTM两个最牛的发动机 790包括1290 但是ECU件你还得购买 你也殊不知小排量才是刚需呀 这些外国品牌就怕我们发展小排量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大排摩托车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花得起5万块钱以上去买一个车 且将收购了贝拿利 生产技术跟不上去 东平西凑 纵望所归 终于推出来一台黄龙600 不管它曾经有什么黑料 好歹是国产唯一四岗 如今更了极力 更是截图一片光明 当然还有很多品牌我就不说了 这要说下去 20分钟都不够 总结起来 不是我们不发展 也不是我们不创新 而是发展的太晚了 当然也有些品牌不需要合资 不需要购买 也可以通过别的手段 仿制出来功率更高的发动机 并且也可以绕开技术堡垒 至于怎么绕开 怎么发展 未来有时间给大家做一期视频 不过这个放到这几年并不惊奇 但是如果绕开技术堡垒 回到九几年 仿制的发动机 可以跟进口车媲美 这个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家千万不要感觉吹牛 我放一个90年代的撑栏报 大家看一下细节做工 相比起这台车的做工 我们的国产摩托车 到现在压根没有发展 根本就是在原地踏步 一会儿你们可以暂停 看一下车家的焊点 这个焊点 你在如今的国产摩托车上 找不到几台 更别说像是空率 高压包 刹车 90年的摩托车做工 你们自己看 这个可不是吹出来的 甚至罗斯罗姆 有懂行的 也可以看一下 我还给大家带来的 当年窗栏的说明书 这是一个有50多页的说明书 详细说明了 怎么使用 怎么驾驶 每一个零部件 叫什么名字 车上有多少灯光 用的多少浮的 包括发动机怎么维修 气码怎么调整 包括正式列条怎么调整 化油器 节气码 电路图调整 等等都有 就是一家各方面 做的都特别细的公司 为什么会走到倒闭的边缘 窗栏公司最早 是一家江苏的机械加工厂 这家工厂有生产能力 但是没有销售能力 后期兵领倒闭的时候 换了一位董事长 这个董事长叫陶介信 这哥们接手了之后 摒弃了金属加工 而是做起了空调领域 他当时做的地界上 就是把所有金属加工业 全部砍掉 只做空调 这哥们生产空调两年之后 就成为了中国空调界一哥 在90年代初期 像我们如今知道的 格力 海尔 美帝这些品牌 在窗栏公司面前不值一提 后期窗栏公司 又推出了小家电 洗衣机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家用电器 后来这个陶总 有了足够的资金之后 便开始组接团队 仿制本贴CPU25 但是你能仿制 你没有生产线也不行 所以这哥们吃重景 直接买了一条本贴的生产线 有了生产线之后 很快便推出了窗栏报 后期推出的是窗栏虎 当年他的摩托车质量 在1996年通过了 德国技术接会 TUV的品质测试 97年又通过了 荷兰的国家测试 97年成为了 国产摩托车质量品牌 同年冲篮摩托车 出口到荷兰 德国 法国 希腊 英国 美国 南非等等 多达世界82国家与地区 到了99年 冲篮摩托被全国公安系统 指定为摩托车 凶列拉力赛唯一用车 国家公安系统 唯一推荐产品 也是国家题为 指定的全国首届公路 寻回赛唯一用车 后期的冲篮火生 更是成为了当家产品 销量节节攀升 当年的国产销量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那个年代 一年可以销售六万八千台 当年可不像现在 人都这么富有 久几年花一万多块钱 去买台摩托车 也并不是普通家庭 都可以买起的 后来2001年 他又开始转行 生产了汽车 但是当年的汽车行业 有著名的一汽 包括东风 冲篮集团拿不到生产资质 于是便去生产了卡车 但是谁也没想到 到了2003年 春兰卡车 直接成为了 当时国产销量第一 也被称为当年的 国产三汽 质量技术掉打过瘾 在这个时候 日本的日野公司 这是一家专门 生产卡车的公司 找到了春兰公司 去拓展国外市场 也就在这个时候 国家突然通知 春兰公司 卡车生产资质不够齐取 被迫停止了 所有生产线 后期苦苦 劫持了两年之后 把所有技术 转让给了徐工 同时他的摩托车生产线 包括空调生产线 绝不停止 这个没法细聊 并不是春兰落败的 这个中介有很多原因 不方便解释 你只需要知道 春兰公司 是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 顶峰的时候 加卖有42个独立子公司 这其中制造公司 就多达18家 并设有春兰独立的研究院 春兰学院 博士后研究院 国家级研究中心 涵盖的所有电器 电动车 新能源 空调器 洗衣机 除湿机 重型卡车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高能动力电池 摩托车发动机 空调压制机 包括液晶灭板 和集成电路芯片 2010年的武汉公交车 北京公交车 就是用了他的高能电池 当年他的集成电路芯片 投资了4个亿 但也是由于年代 被限制太多 其实聊到这儿 把就接近增下来 智商高点 可以自己猜一下 再往下说 有没有意义 我们只需要知道 他曾经制作摩托车 水准真的非常高 30年前的制造技术 吊打卸载 本期视频内容 来自98年 99年 2000年时报 部分内容 来自冲澜公司 海外官网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跟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雷 今天的视频 聊一下世界上 第一大摩车制造商 同时它也是世界上 第三大摩车生产商 大家要把制造和生产 区风的开 比如本贴 它就是世界上 最大的摩车生产商 但是制造 就包含了 代加工和代生产一类 这家公司 正是印度的英雄摩托 有很多小伙伴 可能感觉很诧异 印度目前拥有 世界上最大的摩车市场 而且目前 他们主要的交通方式 还是摩托车 2020年之前 印度的摩车 年销量接近两千万台 但是我们中国 只有大约不到700万台 比中国差不多 多出了三倍 今年全国疫情 这么厉害 英雄公司 依然在5月份 卖出了11万辆 在6月份 直接卖出了45万辆 到了今年7月份 更是增长到了60万台 这个主要的原因 是人们为了避免 坐拥挤的公交车 从而更多人 选择了购买摩托车 这个做法也是对的 因为没有别的交通工具 英雄公司 在印度 也是第一大生产商 最早给他提供技术支持的 包括帮助他 成为世界第一党是本贴 在印度排名第二党是巴甲杰 给他提供技术党是川崎公司 排名第三党是TVS 2013年之前 给他提供技术党是林木 2013年之后 给他提供技术党是宝马 可以说 全世界的摩托车公司 多多少少都受到了 日系摩托车的影响 目前2020年世界排名 第一党依然是本贴 他目前在世界上25国家 都有生产基地 排名第二党是亚马哈 他拥有140个子公司 在全世界各地 拥有180多个生产基地 但是不都是生产摩托车的 包括传播用品 动力产品 等等等等 排名第三党是印度的英雄公司 第四是印度的八甲机 第五是印度的TVS 第六是林木公司 第七是宝马 第八也是印度的皇家菲尔德 这个皇家菲尔德 为什么说他是印度的 皇家菲尔德 本应该是一个英国的企业 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 他在印度开了分公司 他在英国的公司早就倒闭来 但是位于印度的分公司 还在生产 印度阅兵仪式 用的摩托车 就是皇家菲尔德 第九是KTM 第十是比亚乔 再往后走 就是川崎 哈雷之类 除了日系四大厂家 比如说哈雷 宝马 凯学 包括北极星 庞巴迪 这些知名品牌 目前都在进入印度 但是这些跟我们 是没有关系的 即使印度生产的摩托车 销往中国 也是有非常高的关税 因为印度就不在 中盟自贸区域 如果国产摩托 还发展的这么慢 或许在未来几年 世界级知名品牌的摩托车 很可能将出自印度 我忘记了KTM KTM早早就和印度有合作 目前KTM51%的股份 在印度人手里 KTM的车型是真不错 但是漏油这个毛病 改不了 让印度组装 你就应该接受这个毛病 此前在曲州 箱里面掏出来的报纸 你也得接受 还有我国的一线 摩托车生产企业 目前都在印度 借了橙色 大家谁也不想 放弃这块蛋糕 目前我国某有 买到的进口摩托车 比如说川崎 林木 本贴 凯靴 宝马310之类 它为什么价格低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东南亚 包括泰国 菲律宾 因为这几个地方 都在中盟自贸区 从这几个地方 组装好 销往中国的摩托车 几乎可以算是免关税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以10万的价格 买到准兴的川崎Z900 甚至可以以20多万的价格 买到火戒3 那本贴为什么贵 这个和国内经销商 有很大的关系 再跟大家多啰嗦几句 大家不要把东南亚 产的摩托车 跟欧洲 跟日本本土产的去比较 这个就没有可比性 虽然日系摩托车 和欧系摩托车 把组装工厂 都放到了东南亚 哎呦 我去好大的球 吹一个球 我吹一个打气球 这广告拍的 误人自敌 虽然工厂都搬到了东南亚 但是工匠精神可是过不来 组装手艺 跟日本本土产的就没法比 虽然配件和零部件 都是一样的 但是好车 也得好人去组装 照这个趋势走下去 有可能未来的方向 就是低配版 解配版 小排量摩托车 依旧在东南亚组装 然后销往中国 跟现在一样 但是欧系 日系 旗舰摩托车 很有可能会从印度出口 然后销往中国 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 本贴其实到2020年 已经在印度 借了四家工厂 平均每一家工厂 大概可以 借产摩托车120万台 目前运行的 就有两家工厂 主要生产小排量摩托车 欧系厂家 也已经直接搬到了印度 目前买到的凯学 应该就是印度产的 聊跑皮来聊正体 英雄公司最早 叫英雄本贴 它在1984年起家的时候 靠的是本贴给提供的发动机 但是只给提供两个型号 分别是110cc和150cc 这两个型号的摩托车 英雄公司 从1984年用到了卸载 销量还是节节攀升 同时英雄的摩托车 挂的是英雄的标 然而本贴的摩托车 挂本贴的标也在售卖 2010年之前 本贴的摩托车 在印度销量 大概是600万台 差不多占了印度摩托车 捏销量的三分之一 同年2010年12月 英雄高层突然宣布 要与本贴终止合作 它的借口是英雄自己的摩托车 无法出口到尼泊尔 孟加拉谷 斯基兰卡 等等这些国际市场 但是本贴让他们代工的 却可以全球范围之内出售 就这么个借口 直接终止了合作 从本贴手里 买回了26%的股份 终止合作之前 英雄在全国店铺 大概有6000多家 本贴在印度 差不多有800家 但是终止合约两年之后 本贴在印度的营销店铺 超过了5600家 短短一年龄 两个月增长了5000家 可惜而知 本贴在全世界的知名度 还是非常大 但是本贴想PK英雄 也并不是容易的事 因为英雄 毕竟是本土公司 而且印度人 骑的大多数都是110cc 还有一点 英雄之所以敢对钢本贴 是因为背后有高人支持 这个人就曾经 布尔摩托的创始者 如今印度EBR赛车的老板 布尔摩托 我们专门讲过 就是那个 从哈雷走出来的工程师 他有生产4缸6缸 包括V2 V4发动机的能力 这对英雄公司来说 足够用 OK就聊这么多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再见